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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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路易递过来的忘仔牛奶 没想到我竟然还有礼物收呢 开心 路易看着惊吓傻笑的样子 揉了揉他的脑袋 在心底默默地说了一句傻瓜 还有别的惊喜 惊吓打开了家里的门 看到家里的这一幕 他手里的是忘仔牛奶掉了下来 他有些说不出来话了 是不是看到这些太激动了 路易看着激动地说不出话的惊吓 惊吓只是努力地点点头 他以为路易把答应他的话给忘记了呢 前几天的小失望 瞬间就被现在这一幕给填满了 路易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戒指 然后单膝跪地 言惊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成为我的妻子 惊吓的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 他等到了路易的求婚 本来以为没有什么惊喜的 可是这确实他收过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路易给惊吓戴上了戒指 然后亲吻着他 吻着他的眼泪 惊吓的情绪平复了之后 他问路易道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忘仔牛奶给我求婚呢 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是属于我的小朋友的节日 可能在全世界面前 你都是一个大人 而在我这里 你是我的专属小朋友 路易就这样说出了最深情的话 这个耿其是惊吓之前也看到过 只不过没有放在心上 路易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跟他求婚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你都答应了我的求婚 是不是我们的婚礼 也要提上日程了呢 路易想要全世界都知道 他的老婆是袁惊吓 好好好 路菊 你这个样子好像怕我跑了 惊吓已经有了开玩笑的心思 路易也是非常配合今夏 当然了 我这种性格的人 能够娶到老婆也是不容易 当然要好好珍惜了 第六十四集 今夏无意间绣钻戒 惹人羡慕 果然傻呆呆的女人最好命 今夏看着自己无名纸上的戒指 中间一个主钻 四周都是小碎钻 这个戒指怎么看怎么好看啊 她忍不住在灯光下看来看去 老婆 过来吃饭了 路易拿来了她专门订的外卖 今天是她对今夏求婚的日子 必然也是她和今夏的纪念日 当然也是要好好庆祝一番 今夏跑到餐桌前 哇塞 今天好丰盛啊 谢谢我亲爱的老公 说完 还不忘记在 路易的唇上扒击亲了一下 好了 别拼了 你快去洗手吃饭 路易知道今夏的心情很好 不然也不会这样轻易 就头怀送抱的 今夏洗过手 坐到位置上 吃着路易从酒店里 专门订的外卖 我很好奇一个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指维度的 我好像没有类似戒指的手势吧 这是个很难的事情吗 我每天都会牵你的手 用自己的手测量一下就好了 路易边吃边解答今夏的问题 哦 今夏虽然回答得很简单 但是心里早就已经乐开了花 第二天路易送今夏去上班 今夏又看起来了自己的戒指 你说 我带这个戒指去上班 会不会太高调了呀 路易看了一眼今夏 不会啊 反正都是你老公给你买的 你怕什么呀 我怕大家羡慕极度我呀 今夏笑着对路易说 那就让别人羡慕去吧 我给我老婆买的戒指 也没有什么问题呀 路易的话让今夏更加肯定了 自家老公是个有钱人 这好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我这个戒指多少钱呀 都戴上一天了 今夏才想起来问价钱 现在才想起来问价格 路易调笑今夏 如果我说很贵 你还带吗 不带了 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今夏一本正经地回答路易的问题 放心吧 不贵的 路易趁着红绿灯的间隙 揉了揉今夏的脑袋 其实他还有后半句话 就是13万而已 当然这个话是不能让今夏听见的 今夏来到了单位 他知道路易虽然说自己手上的戒指不贵 但应该也不会特别便宜了 心底虽然对路易的求婚很开心 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一上午都是平安无事 今夏松了一口气 不过 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是被眼尖的小雪给看到了 哇 今夏 你竟然戴戒指了 你家陆菊终于跟你求婚了 小雪因为有些吃惊声音稍微有点大 周围的人都在看他们 你小声点啦 今夏连忙拽了拽小雪的衣服 小雪也知道自己一时过于兴奋 她捂上了自己的嘴巴 眼神中带着疑问 看着今夏 今夏带着一丝丝羞涩 对着小雪点了点头 小雪再次张开了嘴巴 我变成了一个柠檬 今夏笑了 过几天请你吃饭 让你从柠檬变回正常人 我要你花你家陆菊的钱请吃饭 还要你家陆菊请吃饭 小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你确定对着我家陆菊你还能吃得下去 今夏反问小雪 小雪想了想还是退缩了 今夏家的陆菊是那种只对今夏一个人暖的人 她为了自己的小命还是远离吧 还是算了吧 你们应该也快举行婚礼了吧 记得给我留一个伴娘的位置就行 我要对你家陆菊的伴郎下手 好 今夏笑着答应了小雪 婚礼应该就在不久的未来吧